伊朗总统莱希坠机凶多吉少 深度解析土耳其俄罗斯地区布局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伊朗总统莱希直升机坠毁后续报道 现在是德黑兰时间早上五点多 救援团队已经在山上忙碌了整个一个晚上 伊朗红心乐会表示 之前伊朗无人机尝试搜救 但因天气过于恶劣 从地理位置上看 大布里市距离土耳其要比德黑兰近很多 目前事发地点天气多雾多雨 不过尽管条件困难 能见度较低且存在环境危害 但救援队伍仍在继续搜寻工作 土耳其的无人机已经在事发地点搜救 俄罗斯的救援团队已经在路上 现在假消息满天飞 各种猜测到处都是 有些电视台已经公开报道莱希总统的死亡 不过根据伊朗官方媒体 尽管之前有消息称 土耳其无人机发现燃烧热源 但是赶往现场的搜救团队 依旧没有发现坠机残骸 另外 其他方面的消息也非常值得关注 伊朗国内民众聚集在清真寺 为总统莱希祈祷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召开紧急会议 第一副总统主持工作会议 伊朗反对派则聚集在街头 燃放烟花庆祝 这些美国培养的小旺旺 有点等不及了 美国方面各大主流媒体 比如纽约时报 华盛顿有报 华尔街日报 有线新闻网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 24小时跟踪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向媒体宣称 伊朗总统直升机坠毁事件 完全是一场飞行事故 美国没有参与 另外 复国主义实体方面 第十二电视台 在事发后 没多久就开始宣布 总统莱希的死亡 不过 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 发表声明 复国主义实体 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有人问 怎么看 咱这么说 国际政治不到关键时刻 往往看不清 世界的千奇百态 即使到了关键时刻 也充满了别有用心的人 让世界变得更加混乱 伊朗总统坠机之后的十几个小时 我们至少看到了如下观察 土耳其和俄罗斯在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 这件事值得讨论 这也是这期节目我们要分析的 土耳其和俄罗斯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里边很关键 有谁参加了救助 四个国家 土耳其 阿塞拜疆 俄罗斯 伊拉克 尤其是土耳其和俄罗斯 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 谁先找到伊朗总统直升机的残骸 完成一血 谁就赢得了提升地区影响力的关键环节 表面上是来帮助伊朗实际上是为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进行布局 而伊朗总统在山沟里的砖机坠毁 给土耳其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机会 有人问展示什么样的实力 在特殊的环境下特定的时间里快速反应能力 这是一个技术活检验机械与人在体系内的完美配合 伊朗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属于公平竞赛 在这四个国家当中只有土耳其跟俄罗斯有这样的能力和条件 那有人问他们俩在竞争什么 主要三个方向 在离海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对伊朗的争夺 以及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首先我们聊一聊离海和高加索地区 这一地区是俄罗斯与土耳其的传统竞争区域 先说高加索地区 阿塞拜疆与土耳其是兄弟关系 格鲁吉亚因为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已经加入了土耳其阵营 亚美尼亚已经与俄罗斯决裂 在俄罗斯控制的高加索山脉北路 当地民族普遍倾向于土耳其 土耳其在那里的文化影响力非常大 在离海东部主要是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这五个国家原先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对那里的管控开始松动 土耳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广泛布局 对中亚地区全面渗透 在文化上取得巨大进展 与此同时震弹也在90年代在中亚地区开始布局 并且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大举进入中亚地区 目前俄罗斯正在借助震弹的力量平衡土耳其在当地的影响力 土耳其用的是文化 震弹用的是提升生产力和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两个方法两个方向对中亚地区进行影响 而美国试图依靠土耳其的影响力推进自己的中亚布局 说完了离海的局势再谈一谈伊朗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现代化主权工业国家 是土耳其和俄罗斯都必须争取的 伊朗作为土耳其和俄罗斯各自战略的重要环节 是两者必争之地 对于土耳其来说 自己的中亚战略和中间通道 伊朗至关重要 同时让自己的经济与伊朗嵌套 并且成为中东和中亚地区最大的零配件 中间商品生产基地 有助于更广泛的推进土耳其的丝绸之路战略 伊朗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打通印度交通线的必经之路 俄罗斯在战略上也是多元布局 一方面与震弹达成准同盟关系 并且控制北方通道 另一方面通过离海 伊朗打通印度与东南亚的交通线 成为俄罗斯多元布局的关键步骤 所以当伊朗总统直升机出事之后 我们看到了土耳其和俄罗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目的是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来扩大 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力 首先在离海高加索地区 第二个在伊朗 第三个在中东阿拉伯地区 为什么 不要忘了 中东阿拉伯地区 自己不能生产自己的国防力量 需要广泛的购买 这些地方不仅是震弹和美利坚的重大市场 另外也是土耳其跟俄罗斯的武器销售市场 而这一次谁先能找到伊朗总统直升机坠毁的残骸 谁能通过自己的综合实力 展示自己力量与技术的配合 这一方面就能提升自己在中东客户眼中的影响力 给自己创造新的天地和新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伊朗总统来袭坠机之后 土耳其跟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他们为的是自己的目的 自己在地区的布局 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